三峡工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佳缩影和生动权势 其巨大的综合效益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在长江流域来自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日记者对三峡集团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专访 作为长江流域防空体系中的骨干工程 三峡水库防空库容221.5亿立方米 通过对洪水调控科室金江河段防洪标准提高到100年一遇 在遇到1000年一遇洪水时 在分序洪区的配合运用下 保证金江河段行洪安全 避免南北两岸干地溃绝发生毁灭性灾害 遇到这种超过百年一遇的洪水 然后在分序洪区的一个配合下 可以避免我们这个金江河段发生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害 同时也可以对陈宁基地区 还有下游的武汉地区的防洪灾害损失 进行一个缓解的作用 2010年、2012年、2020年 三峡入库最大洪峰均超过每秒7万立方米 经过水库蓝序 削减洪峰约四成 其大减轻的下游地区的防洪压力 大幅度降低的防汛风险和成本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 由此了却心腹之患 成为名副其实的米粮仓 在去年2020年流域性大洪水这个调的过程中 那么它也是成功抵御了5次编号洪水 截止到2020年底 三峡工程总蓝虹次数达到60余次 总的蓝虹总量达到了1860亿立方米 三峡水电站大坝高沉185米 蓄水高沉175米 安装32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的水电机组 三峡电站最后一台水电机组 于2012年7月4日投产 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水力发电站 和清洁能源生产基地 在优化能源结构 促进节能减排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止到2020年底 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达到了近14000亿度 那么它也是给长江经济代的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也是名副骑士的低碳中国的 这么一个绿色引擎 三峡工程彻底结束了 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 全方位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万吨级船队约半年时间可直达重庆 枯水期下泄流量可由天然情况下的 最低2700立方米 每秒提高至5700立方米每秒左右 长江成为名副骑士的黄金水道 三峡船杂的建成有效改善了 库区和下游航道的一个通航条件 2020年的话 三峡船杂通过的货物 是连通过货物达到了1.37亿吨 那么截止到2020年底 这个三峡船杂通过货物 已经达到了15.38亿吨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综合规模最大 和功能最多的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难度之大 为世界工程史所罕见 除了防洪发电航运三大主要功能 2009年国务院批准的 三峡水库优化调度方案中 明确了水资源利用也是三峡水库调度任务之一 截止到2020年底 三峡工程累计为下游补水 这个总量达到了2890亿立方米 除了正常的向下游补水 那么三峡工程也承担了一些 就是压弦潮调度 像应急抗旱补水调度 还有这个船舶救援调度 生态调度等等 其他水资源利用的一些任务 记者了解到 20余年时间里 三峡工程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 建立起100多项工程质量和技术标准 使中国水利水电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 目前三峡工程科技创新成果 以广泛应用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三峡工程也和金沙江下游的 象架坝 西洛渡 白鹤滩 乌东德 四座巨型水电站 组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人员走廊 我作为一名运行管理人员 同时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运行好管理好三峡工程 这个国之重器 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么使三峡工程 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